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玩爱聊的隔壁老王 今天咱们谈谈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法案 狭义的说 所谓排华法案 就是1882年美国第47届国会通过的 一项专门排斥华人的法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步 专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案 它的全称是 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案 俗称1882年排华法案 但是美国对华人的排斥和歧视 并不是从1882年才开始的 1882年的联邦排华法案 是至少持续了十几年的 美国各州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排华事件 和排华政策的一个最后结果 而且这个排华法案持续了61年 其间又被不断的修订和延伸 直到1943年才被完全废止 所以广义的说 大致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 美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排斥和歧视华人的法案 都可以统称为排华法案 一般认为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 但比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美国 始于19世纪50年代 持续了大约20年左右 直到19世纪70年代 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排华浪潮 到1880年 美国开始限制华人赴美的人数 和华人在美国的居留年限 一直到1882年排华法案 全面禁止华人移民 华人在19世纪中期 开始大量移民美国 简单说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是因为加州的淘金潮 导致加州的迅速开发 劳动力短缺 二是因为美国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建设 劳动力短缺 也就是说美国有需求 三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中国社会混乱 民不聊生 尤其是中国南方 民众无法安居乐月 只能另寻他途活路 也就是说华人有意愿 四十一八六八年 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普安臣条约 允许中美两国国民互相自由入境 居住和入籍 普安臣条约的全称是中美天津条约 蓄增条约 因为大清帝国的授权签约人是普安臣 所以也简称普安臣条约 这个条约确定了华人可以自由移民美国 也就是说华人移民美国有法律保障 因为加州的淘金潮和东西大铁路建设的 劳动力短缺 华人才来到美国 华人是受美国政府的法律保护的 被招募到美国来的 所以早期来到美国的华人主要是劳工 他们大多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农民 或者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普遍身材瘦小 绝大多数都不识字 更不懂英文 所以与其他族群或者美国政府管理者的交流 只能通过他们当中极个别有文化的代表进行 在美国他们也只能从事技术含量最低的 最底层的 也是报酬最少的工作 对于一些稍有技术含量和体力要求的工作 他们只有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有可能获得 所以对他们来说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工资要求 否则他们就很难获得同样的工作机会 但是这些中国劳工的 这些由于先天的劣势导致了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 后来就都成了华人被仇视和排斥的理由 比如华人的报酬低 所以白人就认为既抢了他们的工作 也压低了他们的报酬 比如华工在中国都是社会底层的生活困苦的穷人 在中国当时既是辛苦劳作 也难以做到完全解决温饱 来到美国虽然赚钱也同样辛苦 但至少可以不再为吃穿发愁 而且还可以多劳多得 积累下个人财富 也许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 在维持生存之后还能攒下积蓄 将来有可能用这笔积蓄 置办下属于自己的一份小生意 靠这份小生意可以老有所养 可以让后代子孙有可能读书受教育 这在当时是中国所有靠出卖体力的劳动者的终极梦想 中美之间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使他们在中国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美国有了梦想成真的机会 所以这些华工非常珍惜难得的机会 勤俭耐劳要求极低 可以忍受艰苦的工作和恶劣的环境 也因此华人就被说成是只知道赚钱的 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奴隶 是完全没有自我和尊严的低略种族 再比如华工因为没有语言沟通能力 无法进入白人的社交和社会生活 所以就被认为是愚蠢 封闭 麻木无知 不配在民主社会生活 还有早期的华人移民中 绝大多数都是中壮年男性 女性极少 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当时有些出到美国的华人女性 就沦为了妓女 这其实是性别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的西部开发浪潮中 出到美国西部的白人女性 也有这种现象 但这也成了攻击中国人道德败坏的理由 美国甚至在1875年通过了一个配置法案 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女性 禁止华人女性进入美国 这个法案的发起人郝瑞斯配置 当时提出的理由就是 中国女性到美国后以卖银为生 造成道德败坏和传染性病 危害社会 美国医学学会还提供了科学证明 说中国人身上带有一种自身可以免疫 带白人会被感染的 而且白人感染后必死无疑的梅毒 中国卖云女就是这种梅毒的传播者 所以今天有人说 新冠病毒是黄中人病毒 白人不会被传染 科学家还一本正经的澄清辟谣 中国人觉得这十分可笑 但其实它是有历史渊源的 有些有年龄没文化的美国白人 可能真的会相信 就好像有人相信犹太民族 比其他民族更聪明一样 比如这个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 D&G 杜加班纳的广告片 有些人认为从表面上来看 好像用筷子吃披萨 也不能说就是歧视中国人 但是整个广告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点怪怪的 说不上哪有点不对劲 人们对他们的不满 其实主要是他们后来在网上的言论 如果没有后来他们的歧视性言论 仅仅是广告 他们很有可能就躲过去了 但我想说的是 问题其实就在广告上 其中的重点不是拿筷子吃披萨 而是那个身着旗袍 略带复古风格的浓装艳抹 面露暧昧不明的微笑的华人女性形象 这个形象和人设中隐藏着历史记忆深处的 阴暗的偏见和种族主义气息 他们要么是在欺负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 对这段屈辱历史的无知 要么他们自己就是个无知的种族主义者 而不自知 他们后来的赤裸裸的歧视性言论 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这个1875年的配置法案 就标志着中国人可以自由移民美国的 美国开放边境的时代就宣告终结了 1877年 加州成立了一个以反华为主要政治诉求的劳工党 Working Man's Party 他提出了两条加州宪法修正案 一是限制美国公司雇佣华人 二是剥夺华人选举权 1879年加州又通过新宪法法案 明确授权州政府有权决定哪些人有权在加州居住 因为在1858年的时候 加州的立法机构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 就是禁止华人进入加州 但是这项法案在1862年被州最高法院推翻了 而现在到1879年又宪法就授权了 州政府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在加州居住 1880年 美国禁止了普安臣条约中的中国人可以自由移民的条款 开始限制进入美国的华人数量和居留年限 1881年 加州出台法令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 美国西部的六个州也群起效仿 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排华法案正式推出 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 并且不允许中国人入籍 也就是说从1875年开始到1882年7年的时间中 先是禁止华人女性进入美国 再是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 最后是禁止中国人移民 禁止中国人入境 美国以国家公权力公然排斥华人 歧视华人 这是美国人权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也直接纵容了美国社会的排华仇华情绪的蔓延 和针对华人的明目张胆的暴力犯罪 1885年9月2日 怀和明州的石泉镇爆发了美国排华史上最残暴的惨案 约150名白人矿工持枪围攻华工区 造成了28名华工死亡 15人受伤和26人失踪 之后又将700多名华人驱逐出居住区 抢劫了他们的财物 最后又把他们的房屋复制一计 这个就在历史上被称为石泉大屠杀 1887年的5月20日 有七名白人盗马贼 在地狱谷的蛇河靠近俄勒冈州的一侧 伏击枪杀了34名华人淘金工人 抢劫了他们的财物 并抛尸河中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蛇河大屠杀 而凶手之一的埃文斯 作为当地的先驱拓荒者 他的名字至今仍旧刻在当地的荣誉纪念墙上 接受人们的敬意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如此肆无忌惮的残暴的对华人的罪行 不仅没有被打击和惩罚 换来的反而是对华人更加变本加厉的限制与控制 1888年斯科特法案又延伸了排华法案的内容 开始禁止即使在美国有合法居留的华人 在离开美国后再次入境 1892年吉尔里法案将原摆十年有效到1892年已经到期的排华法案继续延长十年 到1902年该法案干脆被改为无限期延长 并且要求所有的中国移民都必须再次注册 核查身份和取得居留证明 并且要随身携带证明 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 1905年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华人 Joe Toy被禁止入境美国 很抱歉 我没有找到这位华人的中文名字 他于是提出申诉 但最后最高法院的裁决是 港口监察员和商务部有权决定谁有权入境美国 而且在港口拒绝入境者不需要通过任何程序 所以尽管这个Joe Toy也是美国公民 但仍旧被禁止入境 而且驳回申诉 1917年美国又公布教化法案 规定文盲不能移民美国 虽然这项法案并不是只针对华人 而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 中国的华工几乎全部是文盲 所以这项法案对华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也因此 这项法案被称为亚洲禁止区域法案 而亚洲移民中最主要的就是华人 1921年又公布了一个紧急配额法案 1924年又公布了一个移民法案 又规定赴美名额的配额制度和配额原则 这使得不仅仅是华工 几乎所有阶层华人的移民都受到了限制 所以从1924年以后 中国赴美移民就基本停止了 华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和排斥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封闭孤立和拒绝融入美国社会 华人与外界的隔绝是被迫也是无奈 在需要华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时 美国可以把华人当作外来者接纳和融流 但是当劳动力过剩 经济不景气 工作不好找时 华人就变成了侵入者 小偷和骗子 正是这种无偿的 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 使华人们只能抱团取暖 构建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社会环境 像唐人街中国城 这其实是一系列排华法案所造成的一个不得已的结果 并不是华人自由的选择 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案后 英国民众当中弥漫着一股仇视穆斯林的气氛 BBC在一个节目当中 在一个阿拉伯人的穆斯林的聚集区 采访一个第三代的阿拉伯穆斯林移民 主持人为他 为什么不愿意融入英国社会 那个年轻人回答 只要离开这里就会被歧视 这里并非事事如意 但离开这里就会寸步担行 其实排华法案对华人的限制 并没有解决华人面临的问题 华人的角色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替代 所以1924年 美国又制定了专门针对日本人的排亚法案 把排斥的对象又从华人扩展到亚洲人 而在华人之前 那些自称是美国人的白人 也曾仇视和排斥过爱尔兰老公 而在美国之前 贫穷的爱尔兰人也曾被英国排斥和仇视过 这与仇视犹太人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种族歧视从个体层面而言 其实是人对未知的恐惧 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 中国人也有所谓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的这种说法 因为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 对于社会环境变化 所带来的冲击和不适 人们就会本能的将其归因于 某种未知的外来因素的影响 归因于那些外来的 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这是一种前思维逻辑 布刘尔说原始人的思维方式 就带有明显的这种特征 所以美国历史上排华事件 最积极的参与者 也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 白人劳工阶层 而无良的政客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 不惜牺牲华人的利益 取悦他们 以国家公权力 把种族歧视正当化 合法化 并且针对特定族群 即使那些曾经受法律保护 来到美国的华人 也要以法律强制的行事 持续几十年的 对他们歧视和排斥 这其实就是对一个 种族的定点清除 这是极端的种族主义 践踏社会正义的犯罪 这是美国政治文明进程中 不能回避的罪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